老师 彤彤 咱们去哪儿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这身衣服恐怕不太合适 不合适吗 我一直这么穿衣服的 我帮你去挑套新的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好啦 这是为公司的形象考虑 这样就算在公司的头上 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 那没问题 行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这件好 还是这件好 都好 这件吧 我觉得 这个颜色比较适合你 去试试 不要 唐 再装外面 转来我看看 帅哥 你看那个是不是徐玥 太过分了 跑这儿来和别的女人约会 我进去找她去 干吗呀 那个是她老板 那也是个女的 说不定人家是在办公事呢 走吧 办什么公事啊 说说笑笑 大小腰身 绣长都刚刚好 挺适合你的 我平时除了上班不怎么穿西装 你这么穿挺帅的 是吧 走了啊 买单吧 嗯 嗯 嗨 什么事啊 是不是要兑换积分卡了 这件事你要是办不好 积分卡一辈子都别想兑换了 什么事啊 你老实交代 你们老板和许悦 有没有事 这 这怎么说呢 实话实说 有一说一 那我实话实说 老大 你别怪我啊 你在我心目中排名第四 为了这个排名第三呢 我只能出卖你这个排名第四的 谁排名第三 你啊 我 就排第三 你先别着急 这个排名是会根据时间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的 你现在排名第三 仅次于我爸妈之后 那要是我们两个 发生点什么浪漫的故事的话 这个排名还会上升呢 上升到第几啊 第一啊 那你爸妈呢 也是第一啊 并列第一 那要是我和你妈 我们俩是你和他妈同时掉进河里 他肯定先救他妈 因为你会游泳 你们俩到底还要聊多久啊 说正事 说正事 首先我声明 这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事实的全部 快点说 董总 这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好 许悦 你好 许悦 董观众 这两位都是我们行业的精英 一会儿要向他们多多学习 一会儿再聊 来 一会儿来 李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好搭档 许悦 许总 你好 你好 来 谢谢你 我给你带个照 好 谢谢 我自己来 我说了这么多 许悦和你们老板 咱到底有没有事儿 这我可不敢妄自断言 但是 就表面上来看 冯总对老大那是真心不错呀 不仅成立了新公司 让老大全权负责 还帮老大打下手 还把自己的人脉都介绍给了老大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让老大尽快脱离技术部 多学习一些管理知识 从这一系列的故事来看 我觉得 冯总 想让老大进入的是他的企业 而不仅仅是新公司 那这么说 你们老板喜欢许悦 我可没这么说 但这也不一定 什么不一定啊 他要不是喜欢许悦 不想把他取进家门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呀 真是心有灵气 咱俩想得一模一样 连用词都一样 一边待着去 现在试试我们俩的时候吗 小妮 你怎么想 我都被你们俩给绕晕了 拜拜 拜拜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我确实有点不太适应 可是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这些场合是必不可免的 许悦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全权负责新公司 让你不断地累积经验 又介绍这么多朋友给你认识吗 我知道 为了新公司能有更好的发展 对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这也不是主要原因 其实我原本的计划 是想晚一点告诉你的 不过今天话已经说到这儿 那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其实说真的 我一直都不是个女强人 更不是个强女人 接手这家公司是处于无奈 我只是不想看着父母的心血 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 商场和事业 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就我自己而言 我只想做个小女人 可以每天依靠在老公身边 照顾她疼爱孩子 就这样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做个贤妻良母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可是 我又不能轻易地撒开 家里的企业不管 所以我就想 我可以培养一个信得过的人 来接手这家公司 这个人 就是你 我开门了 小妮 有些话我现在必须告诉你 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我由于忙于工作 疏忽了你的感受 可能是因为我想把新公司 尽快地带房正轨 这样我能够留出 更多的时间来陪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 那现在我告诉你 冯总有一些她的想法 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想法 跟我没有关系 这不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千万不要因此而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 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 也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想 千万别想 千万别想 我告诉你 如果事业和你让我来选择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选择你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可毕竟事业来得也很不容易 而且这次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是想 行行行 千万别想 我说了别想 别想就是别想 好不好 实在不行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快来 去哪儿啊 走走走 你们要我到这儿来干吗 你不要我到这儿来干吗 你不要我到这儿来干吗 许悦 你好 敏恩 你好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抱歉 冯总 这么晚打扰您 走啊 进屋说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吧 我先跟您介绍一下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敏恩不是你的妹妹吗 是妹妹 也是女朋友 但不是亲妹妹 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就像兄妹一样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赏识 我也会尽心尽力地 做好新公司的项目 但是 对于您说要我接受整个企业 我恐怕接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有女朋友 我非常在乎她 我也不想因为事业而放弃她 你等一下 你越说 你越说我听着就越乱 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 让你放弃女朋友了 您不是说要做 背后的女人 相夫教子 享受家庭幸福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想要做你背后的女人 不 不 不是 不是啊 当然不是了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公她在国外读博士 之前我一直陪着她在国外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 我不得不回来接手公司 所以 我们俩就经常分居两地 我就想找一个人 可以替我管着公司 所以这样 我就可以去陪她 可是说实话 外面找的一些经理人 我真的信不过 所以呢 我想从公司内部 找一个有能力 信得过的人 我看好你 所以培养你 至于别的想法嘛 还真的没有 好 您 您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遇到对的人 年龄不是问题 我看你身边这位 也是你觉得对的人吧 冯总 那我们不打扰您了 我们有事 我们先走了 好 有空再来玩 拜拜 拜拜 那个死帮赵兵 非说冯总对我有意思 还有一个婷婷 说什么我 我犹豫啊什么的 还 还有你 我怎么了 你不是你说什么 要成全我了什么的 你胡思乱想 我什么时候说我想成全你了 你一直都在说你想 我想什么 我每次话都没说完 那你们就打断我 你是这样 庭典也是这样 那你原本想说什么呀 我原本是想说 你们老板这么器重你 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意思的话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跟他说明白 既能解决问题 又不影响你工作 但是我得先弄明白 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就像刚才那样 多尴尬呀 那你是这么想的 对呀 你们都不让人把话说完 完了 这回丢人是丢到家了 不过有识必有得 我得到什么了 全是识 你得到了我 的爱 你不早就得到了吗 但是现在比以前更多 你还有多少存活 我干脆一次性都给我得了 考验 你还是先想想 明天怎么面对你们老板吧 徐总好 好 许悦 风哥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 冯总 那个 昨天的事啊 昨天的事 就是你以为我把公司交给你 是因为我喜欢你 那都是因为 倒是我没结婚的话 仔细看看你 还真的挺招而喜欢的 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 都怪我 没把话说清楚 害你误会了 不过我的建议还是有效的 我还是想让你接受整个企业 说实话 冯总 我现在只是想 全力地做好新公司 至于其他的暂时我还不考虑 好吧 那就说说新公司的事吧 人员招聘得怎么样了 你可是向我保证过的 一个星期了 才招了十一个人 这里边能立马上岗的 也就七八个 师傅家那几个虽然潜质不错 还需要培养 你公司现在对人员的要求 最少还需要四五个 技术无关的地方 下午还有一拨面试 再看看吧 就下午这十几个人 按照这天的比率来看 能招招一个就不错了 好 好 那么你的情况大致了解了一下 当然我还需要最后开会 在上海请 你回去等工作 好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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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许总 外面来了五个没有投简历的人 他们急着要见你 你是见还是不见 老大 老大 林哥 喂 喂喂喂 你接你接你接你 你怎么来啊 我们来 应聘啊 应聘 对啊 我们今天早上才知道老大在招人 所以我们这儿就赶过来了 对对对 走走走走 行 好 好